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 枝江主政 闽江党务 习近平灭团 胡锦涛受罪 二十大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终于亮相 他们是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按照过去常委排序的惯例 他们的职务应该是总书记习近平 总理李强 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政协主席王沪宁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丁薛祥 和中纪委书记李希 除了三朝元老王沪宁和李希 被有些人归类为江系 但实际并不明显以外 新一届常委被称为习家军主宰 并不为过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在常委的人事布局中 发现很多原本常溺在和谐之下的 权力逻辑被掀开来了 首先是被视为共青团 俗称团派的人马消失 被称为团灭 等一下我们重点来谈 这次接任总理的李强 打破了过去总理 必须由副总理才能接任的惯例 更值得注意的是 他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束缚 直接超越了前辈赵乐际和王沪宁 成为了排行老二的常委 实际上象征着习近平将行政权力 完全交给了之江新军的领军人物 也就是李强来担纲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丁薛祥 原本也就是习办的主任 两人日后都直接听命于习近平 随着李强担任总理 他往日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部署 据说已经有部分上吊北京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加 股市会市连创新低的情况下 由李强带头的之江新军 掌管国务院和立峰 负责经济的层面 基本形成 相比行政权力习近平选择把党务 交给了闽江新军的蔡奇 由蔡奇主导党务 他和同样来自福建的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以及预料将接任郭升坤的现任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王小红 构成了习近平在党务的骨干 从中央书记处书记七人名单来看 至少蔡奇 陈文清 王小红 都可以被归类成闽江旧部 和先前在海外盛传的习近平 用人八大派系若和福洁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 这个支江新军主政 闽江新军主党呢 最主要他们都听命于习近平 而且某一种层面也是可以互相制衡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内外有别 习近平在主要针对内部的人事上进行了大换血 但在对外层面上则维持老臣 谋国最显著的指标就是 现年已经72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刘润 以及现年69岁的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升任政治局委员 在他们两人体现能上非常的明显 或许大家还没有注意到 在二十大后从改开以来 历任最高领导人经常重复的 对于世界局势判断的描述 在这一次的大会报告里面 付之缺辱 暴露出习近平对于包括美中竞争 日益动荡的世界感到忧虑 这两句意外缺席的口号分别是 中国正处于重量战略机遇期 以及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前者暗示了中国不会面临迫在 眉睫的重大冲突风险 可以更加的关注经济成长 后者代表无论世界出现什么问题 大事都在中国这一遍 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在党代会上总会行礼如仪的 提到这两个描述 而这两个描述 这一次却完全没有出现在 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 不仅在他104分钟的口头报告中 没有提到 连发给官员和记者的72页 中文的完整版报告里面 也不见踪迹 所以说战略机遇期和和平发展 是时代主题的这样的重要关键的描述 消失 以及张又霞和王毅两人 不受年龄束缚 破格连任 也体现了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层 有了对于中国的角色 世界权力的格局 都有了显著 如果不是颠覆性的改变 这是张又霞留任和王毅升任的最大原因 有人认为举国体制和计划体制颇有不同 一个是市场的基本功能架构还在 另外是统筹的主要是宏观 很少到围观 到个人跟企业 因此计划体制 社会 还有空间 如果中美全面的脱钩 中国的经济结构势必进行重大的调整 这种调整 确实只有举国体制才可能完成 如果由市场直接承受 结果可能是崩断 因此才有最近恢复到 加大供销合作设置局 因此 虽然说是内外有别 但内外统筹两个确立 应对的是国内外的巨大挑战 甚至危机 接着来谈一谈 各位观众 可能感兴趣的胡锦涛的戏剧定格 以及胡春华出局的相关分析 在10月22号 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 最受到海外媒体瞩目的 莫过于79岁的中共前总书记 胡锦涛因为身体不适 中途退场 他在主席台上受到参扶 一旁的赵乐际本来要帮忙 而被王沪宁拍了一下 而缩手 胡锦涛还被拍到 本来要拿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文件 被习近平立刻的按住了 没有成功 接着他走过了习近平 回头跟习近平说了两句话 习近平点头示意 然后胡锦涛在经过李克强身边时 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 像是表示安慰 接着这位前领导人经过了过去的部署 没有一个人回头问候或质疑 有人就认为从胡锦涛被驾着离开 到李克强汪洋无援续任 再加上年轻的胡春华被提出政治局 团派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中遭到团灭 这是过去4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这里引述王希泽他的观察和分析 他认为如果是医生健康监控 发现了核四被他称为核四 就是第四代核心健康问题的话 中办人员能当数千人大会场上 不经请示核武 可以擅自行动上台请出核四吗 若有请示核武 大会全程录像看不到吗 第二个他认为 如果确实因为突发健康问题被浮起 让胡锦涛走出 全主席台滚滚诸功 像李克强汪洋曾庆红温家宝 竟个个围坐不动面不改色 没有人向他显出关切的深思和表情 这是正常的吗 第三个王熙泽认为当旁边的核战书欲起身扶一下核四 王沪宁从背后轻扯他一下制止了他 这个难为人见的细微动作才实际包含了最关键的信息 这是有安排的不可乱动 王熙泽认为王沪宁不是核战书的上级 核战书希望起身扶一扶和四 这情景极正常 这个时候王沪宁背后扯了一下核战书 难道不是反常和越规的吗 核战书的表情似乎立即醒悟了 说明了什么 所以王熙泽认为如果是因偶发健康原因合似的立场 这个解读难言其说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健康原因的话 这个前总书记胡锦涛还能够跟习近平讲话 然后拍拍李克强这些都显示出来胡锦涛当时身体不是那么的不适 当然对于胡锦涛的离开会场众说纷纭也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这也让我想到胡锦涛在访问美国在白宫前遭到法轮功现场大声闹场的现象 当时也有许多人认为这绝非突发事件而是事先安排好的 仪式结束后 小布什也从背后拍了拍胡锦涛的背 不管怎么说 这次二十大团派的出局从广义上可以被认为 在时间空间所有条件都转变的情况下 随着改革开放而起的团派 现阶段也走下了历史舞台 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有点松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